我都没咋吃 我过年 我爸我没特别做见面会 干啥 就是让我去跟大家喝一样 不同的见面会 我有一天连吃五顿饭 就是 不同的菊药 对 就一顿接一顿的 那你家亲戚啥的还跟你喝一样 也喝 是吧 就是你无法拒绝 就是亲到 我每天就住在一起 从小到小一起住在一起 那也喝 也喝 而且还各种排列组合 对 咱俩能跟他照完我 我还能跟他照完单照 对 后来我行的可能是因为老也不回去 是 老也不回 完了大伙照照相啥的 这把回家给我长得特别累一听 见面会 那个在一个短视频下面 我让我一点开那评论 我看见了我大鼓 我大鼓在这评论 说的真好 我得欠 我说说 我说他挺感动 我大鼓还 给你控屏的 大鼓控屏的说 说的真好 因为那个发视群那人在称赞我 大鼓说的真好 照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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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雪我要脚没受伤我也去了 我心思我也不会主动去 你脚啥受伤啊 有点像崴有了 但是没崴 是咋整个 就肿了 没有个明确的诱因 就白天在家锻炼嘛 锻炼完了没事 锻炼完了没事 没整好 啥事没有 完了第二天去一家了 逛一天 买几个碗 也啥事没有 回来点打游戏的时候 就感觉脚搏有点不得劲 我心里可能是白天累着了 完了到晚上就不行了 腫了 老腫了 完了就去医院了 医生也没说啥事 老损吧 可能是 脚踝老损呢 是脚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跟腱呢 还不是跟腱 就边上软组织啥的吧 你是锻炼没拉好吧 可能是吧 那个洞洞鞋不太适合长时间在外边走 说你敢穿洞洞鞋去长外山 我是挺钦佩的 我那时候脚毛肿了 我别的鞋穿不进去 怪不得大家都说你那个穿洞洞鞋脚崴了 我也不知道咋跟人解释这个脚 他说你崴了 我说类似 你是锻炼断的 没整好呗 我儿子给你拿整俩手机壳 哎呀 这个 这是脚杂的 对 哎呀妈呀真可爱 哇好厉害呀 做的还是很精美的那种 拿铁这个就全全齿的 拿着贴的全齿的 哎这也挺可爱呀 这个 谢谢 哎你看我儿子多懂得商务 你看贴个商务 他中门有卖他的嘛 对 一粒小子 一粒啊哎呀 你就是他贴的也挺好看 错落有致的 对挺沉 那你爸你妈呢 我爸妈的铁领子 他不来了呢 因为问你个人 我爸妈就不想玩 那啥呀 嫌他闹得上 我妈是就是真烦她们 但是温迪感受不到 就是有个事 顿感力吗 她 对顿感力 这家语言不同 文化也不同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感觉我妈老有意思 我妈一直想点一下温迪 你怎么说的 你就觉得你看你作为一个奶奶 你啥风风风风风风风 做的都不到位 你看我作为老了 我是怎么表现的 我想了东北妈妈的劲了 就点你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特意准备的 全是那个钞票钱 然后她给红包的时候 她不直接给 她往天上撒 温迪就给人坐着 我妈说来 孩子给我磕头 叫姥姥说 你是天下最好的姥姥 孩子 你是天下最好的姥姥 我啪呀 撒一下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老尴尬了 因为我妈明显是撒给温迪的 她一边撒一边吵着温迪 然后人家温迪过来帮着孩子 捡钱累了 温迪说哎妈呀满天是钱 满天是钱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猜疑 我跟你妈之间的关系 我跟杰斯卡不是很好吗 妈叫杰斯卡 我妈叫杰斯卡 我告诉她 我说我妈叫翠华 然后温迪发不了翠 记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终于记准了 她认为记准了 跟我妈打电话 我记住记住 哈喽 是我妈突然 把华也忘了 她记不住 然后她就给我妈刺了个名 叫杰斯卡 然后就问 大家都揣错 我跟杰斯卡关于不好 杰斯卡是 best friend forever 然后呢你说啥 我说对大家都想太多了 误会绯闻了出现 对 那她教拿铁英语吧 现在英语好没好点 皮之前 不行 但是她偶尔会崩出来一两句 第一次崩出来是周围一群小姑娘 然后都拿铁拿铁 她就上脸劲拿铁 有个小姑娘就扮了一药 然后拿铁 对 小心 而且那个发言 小心 就是特别美事 就是 小心 当时我们都镇静了 你就发现她说 你就画到嘴边 留万句的不说 知道她爸是外国人吗 我觉得她对外国人 这事没有太大概念 她就觉得她爸长得挺奇怪的 嗯 这个认知会扰乱她吗 曾经一度挺扰乱 因为她以前跟她爸说话 出现过训狗的状态 那我看这个视频 给她抓她爸的头子 这边坐 坐 因为她跟她爸刚开始无法沟通 她爸说啥她都觉得是外星语 她听不懂 她跟她爸之间的沟通 她就不怎么会说话 她就会用那种坐 这种方式 单个单词 对 我自己前两天有个老尴尬的事 我在曼谷机场 然后就来了一个女生 过来就是 你是彩灵 我说是 她就说这个是回北京航班 我说是 她是不是延误了 我说是 她就经文我一些废话 问的问题的时候 她就一直盯我腿看 她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她就走了 我就觉得好像不对 然后我一摸我自己裙子底下 留了这么长一大小维生纸 多长啊 就像尾的那样 就这么长 如果那样给我尴尬的 她户口咋丢了呢 就她对她户口有个执念 她是几岁半天的户口吧 就是不到两岁 然后她办完户口 除了就是天 你还记得当时小燕子 只有哥哥的时候吗 就除了 我有哥哥了 我有哥哥了 那户口咋丢了呢 她奶拿着这个户口 然后在机场有人跟她聊天 说Wendy你可真年轻 Wendy跟人聊半小时 然后再上飞机的时候 她说户口咋丢了 我怀疑就是掉哪儿了 拿铁当时在机场痛哭 就哭得不行了 其实已经补回来了 但拿铁不认 她那个旧户口 那张旧船票 就是已经找不到任何破船 而且这个事她得谁跟人说 那个上次倪萍老师有一个新书发布 然后倪萍老师说 张大铁我看你视频 然后张大铁说我户口丢了 就是完全不听人家说 心里有这个事 对 我就在家里 就那天一堆事 然后有个人要给我打工作电话 我家里全喊一喊 我听不清 我就跟紫耀打拿铁说 妈妈出去打个电话 我真是下楼打了个电话 然后打打打 我就觉得 其实我明天把事整完 我不一定要在北京 就我把这东西写下来就行 就我没有必要在北京 我想出去玩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 一个母性的良知 开始质问我自己 那你是不是该想着带着孩子呢 他们是不是也会很想跟你出去玩呢 后来baby又打错了良知 就觉得我不想带孩子出去玩 因为带孩子出去玩 他就是遭罪 这不叫baby 这就是对独立人格的渴望 对 就是遭罪吗 纯遭罪 老遭罪了 然后呢 我就走了 我都没回家 你接这个电话就走了 对 我就回帮室取了个护照 然后我就再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泰国了 自己去的 那孩子不得哭啊 你老公就是对于你突然去泰国 他也没有反应 就是呢 have a good time 那他俩啥反应啊 你一直没回去 因为他就是拿铁铛到曼谷在哪儿 他就问我 那比铁铛还远呢 我说比铁铛还远 早打说了一句啊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但他们好像很习惯于他们的母亲 忽然间离去 对 他带孩子能力强吗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 但是他肯定没有妈吸气 三天我回来 我走的时候拿得穿一双红袜子 回来还是那双红袜子 还是那双红袜子 对 要以前我就开始生气了 我现在就觉得他硬能怎么地呢 反正就觉得他脚会跟上 他就硬一点 就硬一点 就那么地吧 我这么口 我为啥对他其实好像还忍耐力挺高的 其实你们就有没有同感 就是说亲兄弟名孙这样 其实亲家人名孙这样 亲啥玩都名孙这样的事挺好的 多名啊 有多名 就是他的特点 他就是把所有的事 他提前跟你算明白 他提前说好 但算完了就完事了 而且他不双标 就比如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确实当时有点不适应 就我吃他一个皮子 我俩喝了他奶 他都记着 光要钱啊 光要钱 或者说下次 你就下次买奶的时候 你给我买回来 就他算得很清楚 但他来我家的时候 他也是自己冰箱整出一小格 他自己的奶酪 自己的奶他都买完 然后他也不吃我的 不喝的 我觉得这样也没啥 比如说他来中国 他那就提前都说好 你比如说这次来 他说他带了5000现金 问我够去哪 我说要是去哈尔滨 就其实不太够 他说那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就我付酒钱 你付酒店什么之类的 我说我能接受 有啥不能接受的 但如果我说不能接受 5000块钱不够去哈尔滨的 那他可能就换成 那咱去趟沈阳 就提前就跟你说好了 这是我的预算 就差500块钱高点 比较闲的 我说沈阳和哈尔滨 其他物价 我觉得没有区别 对我都没好意告的 沈阳不用5000块钱 总体理上这样 我就觉得明算账 都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短期之内 就是互相照顾一点 不明算账 可能是挺问题的 你要长期相处的关系 这都是隐患 对